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已經來到第七集囉 網路行銷懶人包的第七集囉 那我們這一集講的就是 YouTube的影片行銷 總算來到這一集了 YouTube的影片行銷我覺得它真的蠻有效的 那我們來分析一下到底為什麼它有效 我講的有效是指它的精準流量來源是蠻有效的 流量它有分為精準流量還有不精準的流量 所以呢不精準的流量就好像 你明明就開一家店在一個夜市裡面 但是所有走過的人這麼多 卻沒有人肯走進你這家店 這個叫做流量很大 但是卻一點也不精準 那我們要的呢就是走過的那些人群 有很多人走進我這家店 這個才叫做精準的流量 那為什麼我說YouTube影片行銷的流量非常的精準 因為其實你並不是去狂灑你的你的行銷訊息 到每一個人的Email或者是每一個人的版面 或是用很暴力的方式發Email或亂加好友 不是那個方式 YouTube行銷是你直接把你的影片放在YouTube 然後呢它是一種自然搜尋的方式被找到的 然後呢一般的訪客 他一定會搜尋某些關鍵字之後 然後發現你的影片 然後他看到你的影片的內容之後 他發現你講的是他有興趣的內容 然後他就停下來看 所以它是一種被動的方式 是他找到你的不是你去找他的 這個我們剛剛前面有講到 他找你或你找他 這種角色的關係是很微妙的 他的姿態是不一樣的 他來找你 你的姿態就可以高一點 你要不要賣他是你的自由 那另外一個好處是說 YouTube在別人的影片看完之後 有可能出現你的影片 當然你的影片人家看完之後 也有可能出現另外一個別人的影片 那這是有缺點都有 別人的影片看完出現你的影片 等於別人幫你曝光 那你的影片看完出現別人的影片 搞不好那個別人的影片就是你的同業 很有可能 因為你們的下的關鍵字是差不多的 好那裡面我們就提到 剛剛講到關鍵字對不對 第一個免費SEO關鍵字 因為在YouTube 你在上傳YouTube的影片的時候 他不是有三個欄位至少你要填寫嗎 第一個就是阻止 就是你這個影片主要在講什麼內容 那這是一個關鍵字你必須要設對 第二個是裡面的說明欄位 說明欄位最多可以輸入5000個字 5000個字其實很多了啦 你可以詳細的去描述這個影片的講什麼 然後它裡面還可以輸入網址 你要記得這個網址很重要 因為人家點擊這個網址之後 他可以連結到你要讓他去的網頁 所以這個說明裡面可以放網址 那最底下還有一個標籤 這個標籤就是類似分類的意思 所以你這個標籤你可以多下一點 就是你這標籤如果跟別人的標籤是類似的主題的話 那別人看完別人的影片 訪客在看完別人的影片之後 有可能就出現你的影片 所以這個很重要喔 那這一切的設定其實都是免費的 而且被別人搜尋到也是很不經意的 一個很刻意的出現在別人的面前 那是一種銷售的業務行為 比較容易被人家討厭 可是一種不經意的出現在別人的面前 那是一種我沒有刻意要銷售 但是吸引到精準的目標對象 所以這種網路行銷是我非常喜歡的 就是你不用低聲下氣 不用很卑微的去銷售你的產品 是他來找你的 所以YouTube的影片行銷 其實你會覺得拍影片好像很費工夫 很費時間 但是呢你去想像一下他的投資報酬率其實很高 我有很多學生是因為看到YouTube的影片來找我的 然後他覺得我教的東西是他想要學的 那因而成交的這種比例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光是去年就有好幾 應該有破百人吧 我光是一年的時間應該就有破百人 然後呢為什麼我知道你知道嗎 因為我曾經有連續半年沒有在臉書 沒有在任何地方登廣告付費廣告 有半年的時間完全沒有登付費廣告 但是很多人因為這樣子來 那你就知道他的威力 好那第二個呢他可以設定多個不同主題的頻道 假設你今天真的有不同的商品 你可以去設定不同的頻道 那一個頻道呢你就專心聚焦在某一個主題就好了 然後你不同的商品你就把它區隔成不同的頻道 這樣子聚焦去經營會比較好 可是依照我目前自己的時間狀況 我只能夠經營網路行銷的頻道 其他頻道我已經沒有時間去管他了 那第三個呢就是你可以遷入自己的網站 就是你這個影片上傳之後 通常我的習慣是 把我的影片上傳到YouTube之後 我會再把它的遷入碼放到我的部落格裡面 或者是放到我的官方網站裡面 這樣子就變成了兩次到三次的曝光 為什麼 因為我的部落格你看一下 你看這邊有一個訂閱 目前的Email已經有843個人訂閱了我的電子報 那這個電子報系統呢 是這一個網站這個Wordpress.com 免費提供的電子報系統 但是它不是那種系列性的跟進性 如果你不懂系列性跟進性的話 我們之後還會再講到 現在還沒提到 這邊講的是說 你發了一篇部落格文章的時候 那這些有訂閱電子報的人 他們就會收到電子郵件的通知 不用錢 不用錢 所以假設這邊有1000個人訂閱 你每寫完一篇文章 這1000個人就會收到Email的通知 你覺得這樣好不好 很棒 那我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你想想看 第一次我們在YouTube曝光 第二次我在這邊寫部落格 然後潛入影片 再去曝光一次 而且會發電子報去通知 所以呢 我會很喜歡 為什麼我會花這麼多時間去經營這些東西 因為這些自媒體其實它是一種很重要 但是又不緊急的事情 可是你如果沒有長時間去累積去做的話 將來你就會發現 這是一個很緊急的事情 因為萬一有一天 那個廣告平台一直在變換 然後你掌握不到客戶來源的時候 你是非常被動的 就好像我之前講的 你今天靠臉書廣告 靠關鍵字廣告 你如果不花錢 就沒有人認識 就沒有人找得到你 你如果花錢 又面臨很多人花錢在競爭 那你就要越花越多錢 你到時候行銷預算 你會花得非常非常的心痛 可是你部落格如果持續去經營 持續寫 YouTube影片持續去上傳 那除非這些大平台通通都倒掉了 但是事實上依照目前狀況不太可能 那你就會一直去累積你的知名度 曝光度 然後一直去找到比較精準的客戶群 那這些人呢 像目前我一直去打我的品牌 個人品牌流奶爸這三個字 所以我可以直接講說 今天不管換到哪一個平台 只要你們在Google搜尋引擎找流奶爸 或是在Yahoo搜尋引擎找流奶爸 不管在哪一個搜尋引擎去找流奶爸 你都可以找到我 你不用怕我的哪一個站倒掉 沒關係 部落格倒掉沒差 你搜尋我 你還是可以找到我的Youtuber 或是找到我的官方網站 官方網站 完全是我自己出錢的 所以不可能倒掉 所以你只要 為什麼我一直強調說品牌非常重要 因為以前我是在經銷別人的商品 沒有自己的品牌 就是在幫別人抬轎 那你要想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很喜歡做代工 我以前也在製造業上過版 在PC版廠上過版 我們常常幫Intel 或是幫 講台灣的主機板 全世界幾乎90%的主機板 是台灣生產的 你知道吧 那像BenQ 他們是後來創BenQ這個自由品牌 可是Acer他也是在幫 那個別的那個大廠 國外的大廠在代工嗎 Azus華碩也是啊 如果你沒有自己的品牌的話 一直在幫別人代工 那你以後面臨的問題就是 人家換了一個廠商 你就沒有存在的價值 那為什麼像鴻海集團 他做那個iPhone的元件 也是 常常 常常你會聽到毛三道士什麼 毛利 毛利三塊錢 然後利潤什麼 反正都是零投就對了 那那個代工的錢 是賺很辛苦的 那人家品牌商 譬如說iPhone 他今天單子要 製造商的單要下給韓國 還是要下給你台灣 還是要下給大陸 是人家iPhone自己決定的 所以你的命脈 掌握在人家品牌上的手中 所以為什麼你要做品牌 你再辛苦你都要去做品牌 你做了一段時間 做幾年之後 一旦品牌打出來了 你做的就比較輕鬆 因為人家聽過你嘛 信任度就加分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YouTube 我建議非常建議大家 持續去上傳持續去經營 而且我們看第四個 可設定標註連結到自己的網站 這個再 我直接打那個YouTube給你看 我的頻道裡面 然後你就會看到我的影片裡面 像這個影片 上面都會有一個 有沒有一個標 一個標誌 這個叫註解 然後這個註解 這邊有註解 結束畫面註解 這新功能結束畫面註解 之前只有註解 註解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人家在看這個影片的時候 我這邊 可以去設定一個按鈕 然後點擊這個按鈕之後 連到我的官方網站 可以指定自己的官方網站 就連外連就對了 可以連到外面去就對了 所以這個很棒 你可以把YouTube的流量 導回到自己的官網 哇太棒了 然後呢 可供訪客訂閱 訪客訂閱是什麼意思 像這個 YouTube影片這邊 不是都有個 這個訂閱按鈕嗎 這個訂閱按鈕 這邊有個訂閱按鈕對不對 訪客如果訂閱之後 如果你們要看我的影片的話 很簡單 你去訂閱 然後按那個中間那個鈴鐺 這邊看不到 好 因為這是我自己的頻道 好 看國外的 國外的頻道好了 你看 You need a website 好 我訂閱它 我訂閱它 這邊會顯示已訂閱 但是你不見得會收到Email 你必須按這個鈴鐺 點擊這個鈴鐺之後 按勾選 我想收到這個頻道的所有通知 好 然後按儲存 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頻道 這個作者如果上傳一部影片 我就會收到電子郵件 太棒了 如果你能夠 去呼籲你的 你的訂閱者 你的訂戶 告訴他們說 如果你對我的頻道有興趣的話 歡迎你持續訂閱 而且 記得按這個鈴鐺 並且勾選那個收到電子郵件 那我每次上傳一部影片的時候 你就會收到 哇 太棒了 你就收到Email 所以你還需要電子報的那個 那個 行銷工具嗎 當然我講的系列性信件 那個仍然要 但是像這樣子的 剛剛我講的一個部落格 另外這個是YouTube 訂閱者 都會自動收到Email 你完全沒有付錢 他們就可以收到電子郵件通知 所以為什麼我那麼喜歡YouTube的影片行銷 理由就在這邊 還有一個好笑的理由 就是在自動修飾肌膚 所以如果你皮膚不太好的話 事實上你上傳到YouTube去的時候 他會幫你美肌一下下 不會很明顯 就大概修飾一下 因為我自己上傳之後 我有發現 大家好處還有很多 我這邊 其實蠻多的 我真的沒有講完 大概整理這幾個比較重點 是的 讓你了解一下 好 那現在這一節就先講到這邊 因為我不希望講太長 那下一節我們就要講LINE AT這個動態消息的行銷 這個也是蠻好玩的 蠻有效的 我們下一節再見 拜拜